上一讲谈到齐国的田氏家族发生了内乱田惠造反 这才惹出了轰轰烈烈的三进发起 但是辞职通鉴完全没有记载 史记里边也只有很简略的一句话 宣公五十一年族田惠自领秋法 这是公元前405年 是周威烈王丰韩兆魏为诸侯的两年之前 这一年里齐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田氏家族的组长田和慈氏 二是田惠在领秋发生叛乱 这里的领秋大约是今天的山东运城一带 那么叛乱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和三进又有什么关系呢 史记完全没讲 我们必须求助于另一份史料 竹书纪念 在周威烈王封韩兆魏为诸侯的大约七个世纪之后 改朝换代已经换到了晋朝 晋武帝太康二年在吉郡 今天的河南极县 有人盗掘了一座古墓收获泼风 竹检就装了好几十车 在这些竹检当中 有一部魏国的编年史被称为竹书 或者叫纪念 还会被冠以出土地点 称为几种竹书 或者几种纪念 种就是坟墓的意思 竹书一共十三篇 以魏国的视角记载历史 从下朝记到战国 这部书的出土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 因为它的很多说法都和人们熟悉的历史很不一样 比如我们熟悉的姚舜善让 这是何等高峰亮节的故事 竹书却说顺是靠武装政变上位的 再比如 西州时代出现过一段著名的共和政治 按照史记的记载 这是因为天子无道 国人暴动赶跑了他 为了填补权力真空 两位国家元老联合之政 称为共和 然而竹书却说 天子逃跑之后 共伯和 也就是共国的诸侯 名字叫和 代替天子之政 竹书的这个说法 可以在庄子和吕氏春秋那里得到呼应 但毕竟敌不过史记的影响力 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用的共和这个词 还是联合之政的意思 说到这儿 我要稍微插开 跟你讲一个版本学上的公案 帮你搞清楚 古本和金本 竹书纪念 竹书出土之后 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被整理 被注视 但是一方面战乱不断 书籍很难保存 一方面竹书的内容和人们的固有知识 尤其是和儒家的知识谱系 冲突太大 天然就会惹人反感 所以到了北宋 这部书基本上算是失传了 如果我们想知道某个朝代都有哪些书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就是去看正史里的一文志 宋史一文志 开列宋朝存在过的历史书 有竹书三卷 这就说 原本十三卷的竹书到了宋朝 就只剩下三卷了 但是在宋朝那些目录学名著里 都已经见不到竹书的身影了 到了南宋 一部完整版的竹书忽然重出江湖 让人寄精起疑 拨乱反正的工作 还要等到清淡 先是历史学家 竹佑曾用上 极异的笨功夫 把晋朝以后 宋朝以前的书籍 引用竹书的内容 一条一条的摘抄下来 重心编辑整理 编成了一部 几种纪念存真 然后王国伟 又在几种纪念存真的基础上 编成古本竹书纪念及教 书名里边之所以有古本两个字 是为了区别于南宋出现的内部可疑的完整版竹书 从此以后 前者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念 后者被称为金本竹书纪念 王国伟还写过一部 《金本竹书纪念书证》条分履系 几乎重现了金本竹书纪年的伪造过程 最后的结论是 这部书可以直接扔了 回到真正的竹书纪念 也就是古本竹书纪念 他记载了七宣公五十一年起过发生的变故 原文是 宣公五十一年 公孙慧以领袖判于赵 十二月 宣公轰 这里的公孙慧就是史记里的田慧 公孙是封建制里的一个特殊称谓 顾名思义 就是公的孙子 公就是诸侯一级的贵族 再比如公子 本义是公的儿子 子可以男女通用 公的女儿也叫公子 君子 本义是君的儿子 田慧本来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公孙慧的 毕竟他的祖父 虽然是齐国的实际掌权人 但只是权臣 不是诸侯 没办法 礼崩越坏了嘛 高级称谓总会不断下放的 高级的名不断被下放到低级的时尚 古本竹书纪念还有一条更详细的记载 大意是说 田家的族长一死 内乱就爆发了 先是田部杀了公孙孙 然后公孙慧 也就是田慧 叛逃到三晋当中的赵家去了 还把齐国的一座成义领袖献给了赵家 接下来田部带兵围困领袖 结果三晋联军一起来打田部 把田部打跑了 古本竹书纪念对三晋联军的记载是 窄角 赵孔蟹 韩诗 其中窄角是魏家的家臣 因为竹书纪念是一部魏国士角的编年史 对自家人窄角就没有写成魏窄角 孔蟹是赵氏家臣 所以写成赵孔蟹 但韩家的主将是谁呢 竟然没提 只记了一句韩诗 意思是韩家的军队 事实上 这位韩家主将不但有名有姓 还为考古研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这是后话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以上这些史料 司马光都见过吗 肯定见过 如果采信宋史一文志的注录 司马光应该看得到一个 仅剩三卷的诸书纪念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所依据的古本诸书纪念 是个极异的成果 就说这一讲里用到的两条记载吧 是分别从史记索隐和水晶柱里面摘抄来的 司马光本人也好 他那几位博学的助手也好 都不太可能看漏史记索隐和水晶柱 那么难道是因为孤正不利吗 显然也不是 因为这些记载和我们上一讲谈到的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内容都能合得上拍 不仅如此 吕氏春秋还有一段更加合拍的记载 这段记载出自吕氏春秋不旷 所谓不旷是说不要放弃主观上的努力 用主观上的努力和自己已有的条件 来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 作者给出的论据里边就有领袖之战 只不过这回是站在赵国的角度来描写的 齐国攻打领袖 赵家派孔青带着勇士去和齐国拼命 齐国惨败 不但主将战死 还抛下了两千辆战车和三万具尸体 孔青把这些尸体堆成了两座小山 这位孔青显然就是古本竹书纪年里的孔谢 清和谢字形很像 那个年代又没有书通文 不同的书里对同一个字常有不同的写法 把敌人的尸体堆成小山 这是一种古老的作战传统 可以耀无扬威 震慑斯林 但是尸体是不是真有三万具 那倒是很可疑的 战国时代的战争记载 动不动就浮尸数万 大多都是夸大其次 提醒你注意 视角不同 同一段历史 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古本竹书纪年采取的是魏家的视角 虽然提到了三大家族联合作战 但把自家的统帅摆在第一位 似乎他才是联军主帅 最过分的是根本没提韩家统帅的名字 吕氏春秋夏贤 采取的也是魏家的视角 所谓魏文侯在长城打败了齐国 还把齐国国军抓了起来 献给周天子 因此得到了周天子的重赏 这件事应该说的就是领秋之战的后续 但到了吕氏春秋不矿当中 采取的却是赵国的视角 完全没提联军合作的事 仗全是赵家自己打的 一战就消灭齐军三万人 考虑到吕氏春秋是集体创作的作品 两篇文章分别采取两种视角 倒也不足为奇 怀男子任坚逊 采取的是齐国的视角 给人的感觉是 阔子一记定天下 仗还没有怎么打起来 矛盾就被巧妙化解了 在轻描淡写的笔调里 怎么看都不像在战场上 死掉了三万字的兵 你看这是历史最能迷惑人的地方 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情感和立场 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贬低别人夸大自己 当不同的讲述版本同时存在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彼此参照 力求可以不偏不倚 兼听则明 而一旦有些版本 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 没能流传下来 只剩下唯一的版本 我们也就只能孤望听之了 雪上加双的是 一个版本流传的范围越广 流传的时间越久 权威性也就越高 关于领秋之战的历史 我们幸而可以听到这么多的声音 更加幸运的是 一直学习的韩家 终于在两千多年之后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讲再谈 息子 我们下期见 首先 ук激 什么 也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